目標 哈囉大家好我是謝祺 我們現在要準備繼續一個特展 它就做粉愛冰分特展 超奇怪一個名字 這個展覽呢 是在黃三小6月29號到962號喔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門票有沒有 一張門票三百塊 兩張 算不出來 六百塊 OK 所以大概這麼可愛 它有很多那種角色吧 可是主要是粉紅先生為主 準備進去囉 特展入口 來囉來囉 目前一進來就是一個草皮的大園 哇就是你每個地方都很適合拍個照這樣子 那我們就每個拍一下吧 我們看一下這個叫做什麼 粉紅先生 OK他這個手指頭不知道什麼含義啊 我們稍微了解一下這個品牌介紹 先來看一下 用你的idea說出來 來自...我們知道他叫什麼 他是法國人情會本的poppa先生 DJ真的要瘋了啦 這字幕怎麼上你在講什麼啦 誰叫poppa bra poppa 你就說法國 繪本 泡泡先生 是有什麼 怎麼那麼多英文吶 粉詞人 這個品牌就是這樣子 反正我們今天就要介紹這幾個角色 給大家認識啦 反正他就是棉花糖 好就這位夫妻是不是 對 b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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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好像對他有點侮辱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顏色 那我們來模仿一下每個角色的一個感覺吧 接著呢這邊呢有個非常大的一個屋子哦 好像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一個小屋子 然後每個人的喜好是什麼都非常的明瞭 她是很喜歡一些森林啊什麼的感覺 還有鳥鳥 昆蟲 這個GG小姐呢 她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愛讀書 這個紅色的先生呢 她看起來很像很喜歡運動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她的身材是這麼的圓嘟嘟啦 接著呢這邊有個紫色小姐 她是一個非常的扮基因女的感覺 項鍊啊 然後彌排包包啊 然後自以為很美的一個小花束 接著呢我們看到這個黑色毛毛呢 她是一個藝術家 繪畫家 那請問一下你這位小姐 你是哪一個泡泡先生呢 沒有彈吉他的嗎 雖然有在學吉他的 但是彈得很爛的那個人嘛 就是一個爸爸跟一個媽媽 然後生出很多小baby 我大概瞭解這個圖的一個繪畫 他們生出了一個各式各樣的小baby這樣 接著呢我們進入了第二區 欸不一樣耶 就是各種各種的動物都出現了 這就是他們的大象哦 這邊有鳥兒啊 這邊是貼兒的一個概念啦 這是他們世界的一個動物的一個圖哦 這是泡泡先生 泡泡先生很嗨的時候 可能耶 嗨起來 大家嗨起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還有一隻動物哦 這應該是他們世界獨特的一個animal啦 有點像馬 可以騎在上面 還要跑步這樣 請上二樓 我們看一下水的屁股好了 夜店的感覺嗎 這個真的很美耶 很有設計感 哈囉 萱萱 打你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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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歐嚕嚕的畫展 他雖然是個歐嚕嚕的人 但是他畫出來的東西都是蠻酷的 很有彩色縫 那這邊是什麼啊 這邊有那麼多鏡子啊 為什麼我被反過來了 等一下我們看一下這邊 欸怎麼那麼帥啊 哪去怎麼長得一樣醜 哇 我們吉家抵達了一個粉紅泡泡區 哇 浪漫滿屋 感覺就是爸爸跟媽媽的新人房啊 哇 這裡面有球池耶 我最喜歡球池哦 而且裡面都是白色跟粉紅色的一個搭配 非常的美麗 你身上抱的那一隻很可愛耶 你看他的手 好小哦 因為他被你掐死了啦 現在呢 來玩一個球球大戰好了 雖然很不想玩 但是我想玩 你要嗎 哪一個 欸你說很痛 很痛啊 好痛 你要去泡泡 好啦我們下一區吧 首先走 我們準備去愛的泡泡浴 走吧 來我要帶你去小房間 做愛做的事 我要穿越泡吧 欸這邊旁邊居然有浴袍耶 好酷哦 哇 我們來偷看宣洗澡 來我們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可以看 哇這個大腿啊 哈哈哈哈 哦這邊是什麼 音樂發表會 來學開始 哦這是每個人都會一個樂器 然後他就會發出他的聲音 可以快一點嗎小姐 我完全聽不到任何的音樂 你應該可以自己唱一首好了啦 哈哈哈哈 接著呢這邊有一個火車 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英文字 就是可以自己來個英文字母排列 然後拍照很不錯 我們先跳一下水泥跟Ju在哪裡好了 所以呢我們家水泥就是這麼的可愛啦 It's my time C H U U 好啦 因為這個展覽實在是太大了 所以後面都直接要拍照形式呈現給大家 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拍照的地方喔 Yeah 太好了 scenes 你要得轉 超美 i know you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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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填了莫名其妙的一个问卷 然后就是抽袋子的球球 然后就抽到扇子 这感觉就是一个做广告的一个概念 好啦,我们就逛一下这边的周边吧 宣的旁边呢,这边有一个小店呢 它这边有卖非常非常多的食物耶 很酷 我们买一个鸡蛋糕和一杯饮料吧 完蛋了 完蛋了 所以现在喜欢泡泡先生了 他每个都想要我的妈 好可爱 甲鸡蛋糕好香喔 好 那个多少钱 都399 好啦好啦 耶 那你要说什么 BJ Baby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哇 化妆品完蛋了 不可以 你家里化妆品很多了 不可以 不可以 你要什么 你不要一直摸人家胸部好不好 你在干嘛 欸,这衣服650耶 你会放下这个 为什么你要逼我摸他胸部咧 有点毛毛的 你这样会让人家逼你 就是逼人家去摸你胸部 好 逢到一半呢 真的是有点累 我们先喝一点东西好不好 好渴哦 玫瑰奶茶 我们还买鸡蛋糕跟果冻 我们刚刚今天花多少钱 17 欸,那算便宜耶 嗯 味道很好喝 有点像那个 很香的香皂 给大家看一下 哦,好香哦 来 嗯 它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鸡蛋包 但是就是现做的 所以很热 很爽 很好吃 这是它的果冻 我是觉得它很可爱 所以才买的 它里面还有一球一球圆圆的 东西 你看 白色圆圆的 果冻没什么味道 这边食物还好 那我们继续买中边吧 接着这边是现地商品 哇 贴纸89块耶 可是是有点那种 立体感觉的贴纸 格勒手套 这边有非常非常多颜色的 泡泡先生 虽然很喜欢黄色这一支 摸起来好舒服哦 欸,这一支才180元 很难得卖那么便宜 啊 这个好可爱哦 你都失踪了 好啦,我就买几个东西 到时候 跟大家讲怎么抽就好了 我先看一下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是我们刚刚去拍照的 50元拍照 薛超爱的 然后薛整个很会摆pose哦 来,我们买了这一大袋 很夸张 薛你自己说 嗯,下个月薪水 空光光啊 我这些花了大概2000块 1963 我看一下我买了什么东西好了 这是薛的那个防布袋 可以背在身上 而且它是属于蛮长的那种防布袋 那现在这个呢 薛就是非常喜欢摸这个 所以以后他如果穿这件衣服出去的时候 他就一直疯狂摸 哈哈哈 这一支啊,薛实在是太爱了 然后这支真的是很软 但至于观众的礼物呢 来来来,揍头戏 这支娃娃也是不便宜啦 那这支呢 就是抽奖送给大家 这支娃娃配一个明信片这样子 还有其他奖 就是贴纸的部分 它贴纸蛮贵的 一张就89块 所以一张贴纸配一个明信片 就是我们的234奖 所以怎么抽奖都是看资讯栏啊 所以今天总共会抽出四个人 哇,我每次逛个什么展区啊 还是什么主题餐厅啊 我都会买一大堆 之后便售给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啦 喜欢影片还是喜欢 不喜欢还是不喜欢 要喜欢的订阅我,我是歇鸥 我每天五点都会发布影片 再叫我们 拜拜溜